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事件 据据报 路透社最新报道 说一些俄罗斯公司与中国企业进行交易时 由于面临日益严重的成本上升和支付延迟情况 导致数十亿人民币的交易处于停滞状态 不仅仅是数十亿 数十亿 可能会更多 路透社的报道是可能上百亿的资金 现在面临被中共国的银行控制 迟迟没有交割 这是因为俄罗斯卢布被美元制裁 被美国制裁 由于这为什么没有交割 其实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本质是很多人要 就是说白了 就是数百亿人民币 别人通过数百亿人民币 要换 要换美元 是吧 中共的银行呢 它都是通过之前 通过中国的大银行 因为中国只有大银行才可以换人民币 通过人民币换美元 小银行是换不了了 主要的外汇银行就是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主要是换外汇为主 然后现在全部被中国银行收紧了 合规性 看到没有 西方因为对俄罗斯制裁 所以大量的通过中国银行换美元 然后这所有的付款被搁置 搁置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我告诉大家 但是俄罗斯和一些基本的小型的贸易 它是不影响的 所以它的本质是在这里 说不然这个可能会时间长远 会引起更加大的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专门说 为了跨过绕境支付障碍 俄罗斯商家一种解决方法 是通过购买黄金 并运送到香港 然后在香港出售黄金 换取现金 什么叫现金 这就是美元现金 存入香港银行账号 最终用于支付给中国商家 这黄金就在俄罗斯国内买黄金 然后这个私自运到香港 然后呢 最终用这给支付给中国商家 就有些中国商家 现在就是明显跟俄罗斯冒一手 他不要他的卢布 明白吗 现在俄罗斯通过卢布 就一些民企通过卢布换人民币 中共也不给他换 你知道吗 你卢布不值钱 只有那种官美 官方啊 我说的官方是啥 就是大的官方 就是习认可的官方 他才给他换卢布 我告诉你啊 就你的卢布可能才给他换 知道吗 他是个这逻辑在这里啊 所以很有意思 这个产生的连锁反应啊 他未来他有他会啊 会有有重大的 我告诉大家啊 绝对会产生重大的 这个这个关系上啊 俄中关系上会产生重大的变化 我跟你说啊 因为这一点 我就告诉大家啊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两个 就最近一段时间 中共的那个副国级啊 从李强开始 一直到何立峰 对吧 轮番去俄罗斯 这个是要商量对策 而且 中共国说是商量对策 然后俄罗斯那边肯定是好说法 你什么意思 那个 我我我这边钱 你钱不是钱 是不是 你你 你 你把我的那个叫什么 扣在那边 我们 不是说好 那个合作无上限吗 对吧 你正常现在贸易交往 贸易往来 民间的 我民间的跟你贸易往来都不行 所以 中共他也怕 因为他他也知道 第一个是俄罗斯 他的那个 鲁布已经是不值钱了 已经是垃圾货币 然后第二点 你再 你如果说要跟俄罗斯进行任何结算的话 你还是逃不过那个swift的那个系统 因为俄罗斯虽然说你 中国我做了个什么chips啊 什么俄罗斯有一个 他的那个系统 两个系统用 不好用 基本上没有人用 然后你现在 你但是 但凡你一旦走swift的话 你哪怕你就是人民币 这些大额的进出 他也会 就是说 直接都会记录在案的 那你 他所以 中共现在就是说 进退失聚 进也进不得 退也退不得 然后俄罗斯那边还在拿枪在顶着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发觉就是 香港那个口识都没有关 路德你有没有觉得 因为香港港币和美元的那个汇率 是永远稳定 叫联系汇率 就是说永远是7.85吧 好像对吧 然后你看 然后你看 是的 就是黄金这种东西进行作为交换 在香港走 然后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一点 是不是 现在他故意 就是西方故意留了一个这个口 因为 这个事情 英国前一段时间也在说 说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国会调查 因为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的事情 很多议员在国会里面 就是说日群汇丰银行 你这个 你从19年香港开始反送中以来 你给这些独裁者 你到底洗了多少钱 给这些白手套 你到底里面有多少合作 你到底里面有多少事情是不干净的 汇丰一直说不清楚 然后他们一直就说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有可能大家都没有关注 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 汇丰就经常就他们的那个高层就换 一会换这个高层 一会换那个高层 虽然说香港的汇丰和英国的汇丰 是两个不一样的 应该说是两个不一样的系统 然后说白了也是两个不一样的公司 但是里面都是有千丝万里关系的 所以说 现在汇丰银行搞的就是说 里外不是人 他很麻烦 你知道吧 而且近几年从疫情 从19年开始 还有就是爆出来 大家别忘了 就是那个孟晚舟的那个事情 也是通过汇丰的手做的 就是说这几些事情发生以后 汇丰这一段时间在 那个银行界里面 口碑是非常非常差的 卢德 好 这个事啊 这个事 就是意味着啥 因为美国啊 这个打法 生效了 就是对卢布的 现在的制裁啊 产生力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啊 现在 这个这个新的变量 说白中了之间 肯定是绝对有损失的 这是毫无疑问啊 这是毫无疑问 不可能没有损失 所以他们当然了 就是这个道高一尺 磨个一丈 他们想慢慢上 又要绕开美国的这种方式 但是 大量的绝对会产生 就是拖延俄罗斯的这种布局 他要重新布 重新布啊 又搭新的各种线 正在做这个事情 我告诉大家 新的这些做这些事情 我们了解 中共正在做这个事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话题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即将宣布 对中国产品征收301关税的决定 就是啊 电动机车啊 未来几天 即将宣布 到底加不加关税 加多少 电动汽车半导体和太阳能 电池 锂电池 钢铁和铝 传按其中机和注射器 到底怎么征收 这是关键啊 因为这个沙利文也从那里回来了 是吧 也从习工那里回来了 回来肯定 这么有点是最后通牒的意思啊 我是觉得百分之百啊 肯定会加 可能加的根蒙都有可能 你怎么看啊 分享一下 我觉得也是大概率 因为 这算是拜登卸任之前 他要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吧 你看拜登现在 很那个 就是说 反正就这么像五个月了 我 我打不死你中共 我也把你打残 打残 以后后面 不管谁上台 你总归要延续这个 跟中共国是敌对关系的 这个 打战略方针走下去 你不可能说 180度大转 现在都已经 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 只不过是 你看这个 301加关税的这个事情 我前段时间也在看 一直拖拖拉拉拖拖拉拉 后来发觉是什么 就是什么 船无起重机 这些东西 已经爆出来了 涉嫌有很严重的漏洞 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但是没办法 企业多啊 那些企业说 你现在把这个给尽了 我临时到什么地方去买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你买个买个什么车 去买个电视 你付了钱 然后立马就能爆走的 这玩意你 你买了以后 别人还要派专人过来 帮你装调试 你说我今天付钱 你等个两年以后 才能够把这些东西 给你运到码头上 给你装上 已经属于不错的 所以这很多事情都是 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中间也有阻力 也有美国他自己的利益关系 所以说他不得不考量 因为你政府 你不能够 因为民间人家企业嘛 也是属于就是你美国老百姓 你不可能说派脑袋 说我政府跟中共国一样 说你今天不允许买中共国的东西 你今天就立马立马给我切断 这个很不现实的事情嘛 好路德 这个如果这关税大棒下来 可能当然也不一定一下就打死中共 但是这又给中共新增加一个变量 说实话就是层层的变量 不断的增加 你顶得住 是吧 顶得住 是吧 再继续 就跟那个打官 打官一样 是不是就像游戏打官一样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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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不可能谁都 差不多就 对对对 看你的血一点一点一点掉掉掉掉掉掉到最后 是不是这逻辑 关键看谁手上的工具 工具多 比的就是谁 有多少工具 是不是啊 分享一下 是不是 而且你想想看 他制裁 他这样子一点一点加码的话 他那边肯定有 中共那边也有反应 有反应了以后 不管你是能够反制 还是不能够反制 但是总归是 或者说他从其他渠道 然后再进行 叫什么 逃避制裁 对吧 反正都是 怎么说 就是产生化学变化 然后 真的就是 就感觉就是 怎么说 讲的好听点 叫打怪 讲的难听点 就是中共真的是被凌迟处死 路德 一点点被打 其实这里头 表面上中共好像 什么实际上 其实就是被一点点给灭 其实就这逻辑 基本逻辑 你看 那个大怪 那个怪一样的也在这里 也在想方设法 最后挣扎 他也有还击能力 他不是没有还击能力的 是不是 所以基本逻辑 因为他那个 他一个思维方式不一样 美国所有东西 就是任务性的 就是任务导向性的 一层一层换个团队不行 这个团队不行 再换个团队 任务导向性的 中共 你表面上是 看着好像对外是扩张性 实际上 他的整个的思路 他是一个 就是自己 这个 他是一直 他表面上是扩张性 实际上 他这个防守性的 为啥 他不断的把自己的 瘫的钱 捞的全都要保护下来 是不是 你在游戏中 你去打怪 你不可能在这里 做山雕 也不可能在这里 在高老庄 在这里 取其身子 你就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 这是美国式的思维 这西方的思维 他就是不断的 其实游戏的思维不就是这样吗 你没有见哪个游戏说 这个这个关过了 那就可以 待在这里不动 成为一个怪 然后等别人来打 你没这个逻辑 美国就是不断的去挑战 这是基本思维 思维上的不一样 所以他决定了 中共就是怪 知道吧 一个人打不过 总能换人 一个团队不行换 一个办法不行换 知道吗 最终这怪 绝对是灭 下一步又有新的怪出来 再打 是不是 啊 啊 好 咱们这节目就到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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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